黄昏虽短暂 但在这一刻 它是最辉煌灿烂的 也是这一日最后的余晖 临江城 帝国避难所内 沐浴星坐在天台的吊椅上 望着缓缓落下的夕阳 有些婴儿肥的精致面孔上 露出极许悲伤 亲眼看着爸爸妈妈和哥哥 死在那些怪物口中 留给他的阴影 是这辈子都挥之不去的 而现在 还要背负上一个 就是的重担 这让他感到很沉重的压力 修炼了一整天 服用了不少星辰果实 他的超五已经达到六星巅峰 坐镇避难所的老狱 老者也才宗师后期 相当于六星后期而已 星辰果实蕴含的能量 鼓舞者吸收 也能快速地提升真气 突破境界 比临时还管用 这座避难所内 几千位超舞者在黄昏之下 都在拼命地吸收住 今日最后的阳光 而幸存者们 都生活在地底之下 做着一些手工活来换取食物 帝国不可能 像是养猪一般养着他们 轰 龙 就在夜幕即将笼罩大地时 避难所几里外的天边 一片恐怖至极的黑色雷霆 眨眼之间 便出现在避难所的电网覆盖外面 事故七绝脚踏雷霆来了 身姿修长鼻挺 注装一身黑色西装 白发血瞳 没心处一道黑色的龙纹 微微地闪烁住 掌控住毁灭一切的雷霆之力 目光平静地俯视下方 占地不知多少里的避难所 嗯 天台上 正准备下楼去吃饭的沐雨星 似有所感 瞬间超舞铠甲附体 顿时就看到了避难所外上空 顾七绝周身雷霆笼罩 修长伟岸的身影 超舞铠甲附体之后 能给他带来超级视野 现在他与顾七绝 至少隔着数公里 但却一眼就能看到 他 怎么来了 当沐雨星见到顾七绝的身影 出现在避难所外上空 心中顿时就一景 与此同时 那位老者于老狱 也感受到顾七绝那身 可怕的气场波动 纷纷地出现在沐雨星身边 和他看向同一片天空 整座避难所 能发现顾七绝者 也就只有他们三人 远在几公里外的上空 顾七绝目光同时落到他们身上 准确来说 是看住沐雨星 他身上的银白色星辰铠甲 线条完美至极 流转着不朽不灭的星辰之光 高贵无比 劈啪一声 顾七绝悄无声息 破开笼罩避难所的电网 几个呼吸间 出现在这座天台之上 沐雨星 老者 老狱都如临大敌地退后出机米 目光紧紧地盯着顾七绝 别紧张 顾某不是来杀人的 而是来带走他 顾七绝淡淡地扫视老者 与老狱一眼 进而目光落到 俨然寂出 星辰阔建 随时准备出手的沐雨星身上 顾先生 你是为雨星而来 老者眸子微微一眯 难道他也知道了那件事情 你不是我的对手 随我走吧 顾七绝连看都不带看那老者一眼 而是看中沐雨星 以不容忤逆的语气开口 还未试过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你的对手 破星斩 沐雨星绝不会束手就擒 娇持一声的同时 手中扩键爆发出 仿佛是世间唯一的星辰之光 一步上前 轰的一声朝着顾七绝斩去 黄黄见光 怒罩整座大楼 瞬间把顾七绝淹没其中 然 下一刻 砰的一声 所有星辰杀光散去 顾七绝就这么简简单单 轻轻松松的一手扣住沐雨星 斩到身前的扩建 接着微微一用力 拉扯的沐雨星身体一个亮呛 把星辰扩建夺走 你 武器被夺 沐雨星惊害的后退 有些恐惧地望住顾七绝 在此人面前 沐雨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孩子 不错的武器 顾七绝掂量了一番手中的星辰之剑 随后运转体内的雷霆之力 猛地朝高空上 展出一道长达十多丈的 银黑色雷霆剑芒 轰一声破空 恐怖的威能 是沐雨星刚才那一剑的树被 惊动了整座避难所的超舞者 纷纷地惊骇抬头 便看到一道恐怖的剑芒 破开电网 消失在几千米高空之上 然后炸出一朵恐怖的蘑菇云 看到这一幕 老者 老玉 沐雨星都一阵胆寒 你 你为什么要我跟你走 沐雨星恐惧地看住她 需要理由吗 顾七绝淡淡说着 随手将她的武器丢还到她脚下 单道 走吧 别逼我摧毁了这座避难所 说吧 踏着雷霆破空 沐雨星很纠结 很犹豫 不知如何是好 雨星 跟她走吧 我们别无选择 老者与老玉星中都很苦涩 低声说道 若那件事为真 你一定要活着 好 沐雨星重重点头 背后翁一声长出一对星辰翅膀 随着顾七绝离开 快将此事禀报楚总 目送住他们离开 老者立即掏出手机 拨打楚渊的卫星电话 此刻的楚渊 正坐在迪渊集团大厦 作战指挥中心 长桌手座上 正准备先联系 雪雄帝国的战神集团 这时 变化响起 她拿起来一看 接通道 又有什么事 楚总 大事不好 沐雨星在刚才 被顾七绝强行掳走了 老者荆棘的声音传出 楚渊文言 目光一闪 贺道 你说什么 她怎么会主动地去找沐雨星 难道也知道了一些事 不知道啊 顾七绝明显是冲着沐雨星来的 现在该怎么办 如果她杀了沐雨星 老者都不敢再往下去想 别急 她没有立即杀了沐雨星 说明她心中还有疑虑 沐雨星短时间内不会有事 我还有事 就先这样 楚渊冷静地挂断通话 像在座龙云山美妇 君月如 陆湍 何睿 于力红四人 陈生说道 能让顾七绝主动去找沐雨星 说明那只老乌龟的话 八九不离时 想要摧毁西星主术 必须先干掉顾七绝 君月如点头道 恩 先联系战神集团 白血集团 天狼集团 天阳集团吧 以上 加上帝渊集团 是这颗星球上最强的五个大飞人类组织 在星辰果实的作用下 君月如 陆湍 于力红 何睿四位 都已经迈入大宗师了 而楚渊 更是到了大宗师巅峰 黄昏褪去 夜幕降临 回云城的路上 沐雨星像是一尊星辰女神一般 舞动着背后的星辰之意 很吃力地跟在顾七绝身后 只见 顾七绝每一步跨出 都能拉开沐雨星很大一段距离 就是这般闲停信步 便让沐雨星望尘莫及 她实在顶不住这样高强度的飞行 咬着牙说道 你 能不能慢点 顾七绝却像是没有听到 依旧已现在这种速度踏空 她正在想 要不要立刻杀了沐雨星 因为小药肯定与她脱离出去了 因此 小药的话 也不能全信 毕竟 是顾七绝吞噬了她 才有今日的成就 小药脱离自己之后 会不会想复仇 顾七绝现在要思考的事情 实在太多了 感觉走错一步 就会万劫不复 更不知道 老乌龟占卜的事情 直觉告诉顾七绝 有一场大危机 正在向她靠近着 但她也猜不出 这场危机来自谁 当回到云城避难所时 沐雨星已经筋疲力尽 期间 沐雨星也没告诉顾七绝 那只老乌龟占卜出来的东西 如果说出去 她丝毫不怀疑 这个男人会立刻杀了自己 确实 如果顾七绝知道 她肯定活不了 回来之后 顾七绝一巴掌把她拍昏过去 并且残忍地把她右手手掌给砍下来 超文在她右手掌心 手掌没了 便再也无法召唤超五铠甲 若不这么做 即便捆绑了她 她仍然能随时召唤 指挥大厅内 顾七绝坐在手座上 把玩着已经被她使用雷霆锋印起来的沐雨星右手手掌 望着那道星辰超文 若有所思 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近来正要准备汇报 今日超五者提升情况的白静怡 见她在思考 并没有第一时间出言打断 而是站在一边等住 不知过去多久 顾七绝收起这段掌 但道 说是吧 白静怡文言 上前汇报道 我们避难所内 三千五十二位超五者 目前等级 都在四到六星了 四星超五者 两千三百位 五星超五者五百三十位 六星超五者 两百二十位 所有圣阶超五者 以及灾祸及进化者 或是六星巅峰 或是六阶巅峰 阶级越高的超五者 修炼起来就越快 无可厚非 顾七绝坐靠在椅子上 给自己点燃根烟 道 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你去仓库 再拿五万枚星辰果实 分配给黄阶以上的超五者 啊 你不需要吗 见顾七绝 还要拿五万枚 分给其他人 白静怡有些犹豫地说道 在她看来 只有顾七绝足够强大 才能给他们 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我能吞噬星辰怪物 而你们却不能 直觉告诉我 不久之后 我们可能会迎来一场血战 去吧 顾七绝摆手 是 白静怡听完 不再多言 答应一声离去 从顾七绝身上 她能看出她很孤独 但可能都已经习惯了 她走后 顾七绝离开这座避难所 直奔西星主树而去 这一夜 她都盘息在西星主树的高空上 通过龙魂吞噬 一头又一头西星怪物 树端之上 那巨大的黑箭 顾七绝尝试催动龙魂去吞噬 轰一声 一股恐怖的力量 险些把她的黑龙魂击溃 见无法吞噬 她便老老实实地吞噬起那些西星怪物 任何阴谋诡计与危险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都如浮云 蒙宝 星皇 你们无法吞噬西星怪物吗 夜里 白静怡找来他们 此外 姬商 朱红玉 许青 张蕊 司徒豹五位 圣洁超五也在 不能 他们苦涩地摇头 那可惜了 我做主一次 你们去仓库 随便服用里面的十万枚星辰果实 你们应该能看出顾总的孤独 他预感到不久之后 可能有一场血战 我不太想看到他孤身作战 希望到时候你们有能力 与顾总共欲强敌 在白静怡看来 与其把那些星辰果实 分散给大部分人 倒不如先把真正的高端战力 培养起来 拼死 我们也不会再让老大孤身奋战了 姬商满脸坚定 紧握双拳说道 我虽然与顾总相处时间不长 但也绝对不会贪生怕死 让他孤身奋战 无论面对的敌人是谁 朱红玉也站出来表态道 蒙宝笑道 热血的话我不想说 但若黑龙大哥遇到生死危机 我绝不会逃 俺也是 星皇拍着胸膛道 为死而已 许青 张蕊 司徒豹 也都一脸坚定 希望你们能说到做到 去服用星辰果实进化吧 说实话 白静怡看过顾七爵的资料 知道她是个孤儿 从小还被养父母虐待 便有些心疼她了 但顾七爵可不需要她心疼 两世为人 她的内心比任何人都强 这点所谓的孤独 于她而言 根本就没有半点感觉 别人看她孤独 她却乐在其中 与此同时 上都 地渊集团 作战指挥大厅 会议长桌上 楚渊正正在与战神集团 白血集团 天狼集团 天阳集团的总裁 以视频投影的方式 正在商谈住 战神集团总裁奥罗卡 此听完楚渊的诉说 但笑道 我这边现在太乱了 实在不可能抽掉强者 过去围攻固七爵 真的很抱歉 说着 直接切断投影 不好意思啊 我这里的情况也差不多 白血集团总裁 也这样留下一句 便切断了视频投影 这种事 我是不相信的 抱歉 熊英国天狼集团总裁 淡淡地说罢 挂断视频投影 无稽之谈 落日国天阳集团总裁 更是冷淡 你们 楚渊被这四人的态度 气得脸色阴沉 咒骂道 果然 人类很难团结起来 俊悦如苦笑道 这怎么办 能怎么办 只能看那只老乌龟 能不能请出 深海中的强大生物了 楚渊脸色很冷道 如果可以 我真想灭了那四人 他们浑然不知的是 战神集团奥罗斯卡 切断视频投影之后 所做的第一件事 那就是联系固七爵 雪雄帝国战神集团 总裁 你真不相信楚渊的话 副总裁火灵娜娜 有些迟疑的道 我倒是觉得 此事应该不假 否则不能让楚渊那么严肃 身材魁梧 两米出头 压迫感惊人的奥罗斯卡 点燃一根雪茄 笑道 为什么要相信 还悉心主术 还顾七爵和那棵树是一体的 简直不要太搞笑 这是他们地缘集团 无法对付顾七爵 想借我们的手而已 火灵娜娜点头 若有所思的道 确实不排除这种可能 但也会有可能是真的 真的又怎么样 楚渊都说了 至少要两三年时间 那棵西星主术 才能吸完新兰大陆的星河 而那棵西星主术 在乾隆帝国境内 最先遭殃的是他们 奥罗斯卡吸了一口雪茄 道 我准备联系顾七爵 看看能不能从他口中 知道一些事情 让卫星部 立即沟通乾隆帝国云城的卫星 好 火灵娜娜不再多言 拨打电话给卫星部 不久之后 一个视频投影光幕出现 你们是 林曼娇看住奥罗斯卡与火灵娜娜 礼貌地询问道 儿子的死 他虽然无法接受 但 也只能接受 火灵娜娜微笑道 我们是雪雄帝国战神集团的总裁与副总裁 你们顾总呢 我们有些事情与他交谈 顾总不在避难所中 但若有急事 你们直接拨打顾总的手机吧 林曼娇说着 把顾七爵的手机号报给他们 有劳了 再见 得到顾七爵的联系方式 火灵娜娜便结束了投影 然后使用卫星 拨通顾七爵的电话 此时的顾七爵正在西星主树外的高空上 沐浴住两轮月亮的光辉 吞噬着一头又一头西星怪物 这时 口袋里的手机铃声响起 拿出来一看 显示的居然是雪雄帝国战神集团卫星来电 接听到 谁 你好 顾总 我是雪雄帝国战神集团总裁 一个粗犷有力的声音传出 何事 顾七爵弹道 奥罗斯卡朗声笑道 就在刚才 我被你们乾隆帝国地渊集团的楚总邀请 跟我说了一件有些天方夜谭之事 不知道顾总想不想知道 说 顾七爵弹淡吐出一个字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只进化的老乌龟 奥罗斯卡把从楚渊口中得知的事情 一一地告知顾七爵 顾七爵听完 语气依旧平静 道 你会联系我 说明你并不相信此事 奥罗斯卡笑道 不错 用你们国的话来说 简直是无稽之谈 不知顾总如何看待此事 顾七爵挟似笑道 敌人集团是顾某为怪物 想抓我回去当小白鼠研究 已经开始丧心病狂了 居然与海洋生物合作 我能说什么 只有杀死他们罢了 那是顾总的实力有目共睹 若是你需要我战神集团的支援 随时开口 报酬的话 就给一些星辰果实如何 奥罗斯卡知道顾七爵手中 有不少的星辰果实 非常的动心 你想要多少 顾七爵弹问道 两万枚 公道架 走个过场 我让我们副总裁 派遣三百位超级人类 过去支援顾总你 不要小看我们的超级人类 你们的鼓舞者 需要灵气 临时修炼 但我战神集团的超级人类 只要突破了人体极限 便可不断地通过极限训练变强 奥罗斯卡非常自信地道 我们副总裁的实力 只要你们那边 龙云山上的那几位老不死不出 哪怕是现在的楚渊 也不见得是他对手 顾七爵听完 并未讨价还价 但道 成交 奥罗斯卡哈哈一笑 道 顾总爽快 那么 我便让火灵娜娜 连夜带人过去了 欢迎 好 那就先这样 我让火灵娜娜 即刻去召集人手 连夜飞过去 结束与顾七爵的通话 火灵娜娜不满道 总裁 才两万枚星辰果实 就让我过去 我就这么不值钱吗 奥罗斯卡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道 你肯定是不止这么点价值的 但等明天黎明破晓 你不会带人去乾隆帝国 其他城市摘取吗 听得此言 火灵娜娜恍然大悟 道 总裁 高明 我这就去召集人手 奥罗斯卡点头 去吧 顾七爵此人 最好能成为朋友 而不是敌人 他进化得太迅猛了 漠视到现在 才三四天而已 他就进化到这种程度 奥罗斯卡不敢想象 再给他一些时间 能进化到什么样的层次 与这样的存在为敌 绝非明智之举 可敌人集团的那群人 却一直在想着 怎么抓他研究 奥罗斯卡只能说他们愚蠢 好 我也想会一会顾七爵 火灵娜娜微微一笑 扭动着迷人性感的腰致离开 另一边 顾七爵面无表情地 给白静怡发了一条信息 道 留下两万枚星辰果实 其余的随便使用 然后 收起手机 老乌龟的占卜 悉心主树与我一体 不杀我就无法摧毁这棵树 有意思 得到真相的顾七爵目光闪烁 看住前面的悉心主树 道 小药 你在里面 已经与这棵树融为一体的 是不是 你让我杀木与星 是不是想借我之手 除掉你唯一的威胁 还是说 真如那只老乌龟的占卜 你与我还有无法切割的关系 我不死 它们便无法伤害你 顾七爵把心中所想 全部说出来 可是过了很久 也得不到任何回应 只有一头头 悉心怪物朝着它咆哮 得知这些消息之后 顾七爵倒是暂时不想杀木与星了 现在的木与星 无法再召唤超五铠甲 完全构不成威胁 但 只要顾七爵想 完全能给木与星接上断掌 让它对这棵悉心之树构成威胁 对于小药的话 生性多疑的顾七爵 只是半信半疑 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总是没有错的 顾七爵没有回去 向木与星确认此时是否为真 继续吞噬起来 只要它足够强 哪怕真如老乌龟占卜那般 那又如何 深夜时 老乌龟带着两尊 海洋中的霸主 来到临江城帝国避难所 这两位海洋霸主 一位是顶尖掠食者虎沙 一位是一条龙莽 军事灾祸集中少有敌手的存在 七阶中七层次 海洋生物之多 任它们吞噬 因此噤声得非常之快 你们说什么 木与星被黑龙皇强行掳走了 当老乌龟从坐镇此避难所的老者 老玉口中得知 木与星已经被顾七爵抓走 脸色顿时一黑 还有一个坏消息 老者苦笑道 我们人类 无法团结起来 呵呵 老乌龟都被气笑了 早知如此 我就该带走木与星的 他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如果他死了 我们也就可以等死了 因为只有他的力量 才能摧毁那一棵悉心主树 除此之外 哪怕强如深海中的三位前辈 都无法破坏他分毫 那黑龙皇 真那么厉害吗 我去会会他 旁边的龙莽皇 穿着一身黑色皮衣 头发都是吐着杏子的小蛇 目录不善地说道 连他都只敢以龙莽自居 那家伙居然被人喊成黑龙 实在是让他很不爽 走 一起 金沙皇黑笑一声 与龙莽皇快速地消失在黑夜中 老乌龟没有阻止 而是向那老者与老遇到 你们的卫星 似乎能观看到那边的景象吧 让那两位先探一探黑龙皇的底细也不错 老者点头道 可以 走 我们去卫星部 如果顾七爵打龙莽皇与金沙皇都吃力 那么完全不需要请深海中的那三尊存在 末世的第四天 凌晨三点 云城 帝国避难所 仓库内 星辰果实 堆积如山 鸡商 朱鸿玉 蒙宝 星皇 许青 张蕊 司徒抱七人 都在不断地吃下一枚又一枚星辰果实 蒙宝与星皇 都幻化出了本体 每次都能吞下去很多枚 十万枚星辰果实 已经被他们吃了四分之一 我感觉我马上就要晋升七阶了 蒙宝很是兴奋 一口又吞下四五枚 我也是 太爽了 比其母星星还爽 星皇一把抓来五六枚张嘴吞掉 并不会撑死 果肉入腹将会化作暖流 并不需要消化 鸡商三两口吃下一枚 道 真羡慕你们啊 我真他妈的恨不得多尝几张嘴 他们要好几口吃一枚 而他们却一次能吞好几枚 吼 不久后 蒙宝一声大吼 体内爆发出一股恐怖气息 哈哈哈哈 七阶了 蒙宝兴奋的大笑 从六阶巅峰 可是整整吃了三千多枚星辰果实 才冲破七阶的那一层臂障 我也要冲破了 星皇大口大口吞下几十枚 然后也爽快地大吼一声 与蒙宝双双迈入七阶层次 恭喜恭喜 鸡伤 许青 朱鸿玉 张蕊 司徒报剑状 都笑着恭喜道 走 星皇 我们出去干一架 蒙宝变回人类少年的样子 摩拳擦掌地看向星皇 谁怕谁 星皇也变成一个魁梧壮汉 与蒙宝谁都不负谁的出去 黑龙皇 出来受死 然而 就在他们刚走出仓库 避难所外 一道狂暴的吼声传来 谁这么嚣张 好大的胆子 走 去看看 避难所内的超舞者闻声 都气势汹汹地出门 赶往声音传来的围墙 鸡伤哥 你们继续吃 我和星皇出去看看 谁敢来这里挑衅 蒙宝朝仓库里说了一声 便与星皇以最快的速度 向声音传来的围墙外谈去 来到这里时 已经有几百位避难所的超舞者在此 目光不善地盯着避难所外 几百米高空上的两道身影 能遇空的存在 显然不是他们能够立敌 但此刻见到蒙宝与星皇到来 众人都振奋地上前问好 蒙宝和星皇朝他们点了点头 视线同时落到外面高空上 满脸戏血俯视着他们的龙莽黄 金沙黄 他们很强 似乎不是陆地上的生物 蒙宝微微地皱眉说道 怕个锤 一人干一个 星皇这个暴脾气 大笑一声直接开启电网 掌中一阵光芒涌动间 浮现出一根黑色沉重的棍子 便朝着龙莽黄气势汹汹地冲杀过去 轰 轰 轰 可就在这时 远方的大地上 阵阵轰鸣声传来 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红群女人 很是凶猛的一月几百米高 几个腾月间 便已经来到避难所外 刚冲出去的星皇 都被这个女人来时的动静 惊得停下身形 你们要干架 我来得倒是很及时 来者 正是火灵娜娜 她看了一眼 避难所里面的众人与星皇 目光才落到龙莽黄 与金沙黄身上 你是谁 星皇很是忌惮地 看住火灵娜娜 从这个人类女人身上 她感受到了很大的压迫感 龙莽黄和金沙黄 与之相比 简直就是小孩与壮汉 火灵娜娜鸣嘴一笑 道 我是顾总请来的 这两头畜生 是来找你们麻烦的吗 星皇点头 不错 我正要解决他们 好 那就让我来吧 算是见面礼 火灵娜娜露出一抹 很是危险的笑意 随后 轰一声出手 她凶猛无比 一不登天 就已经出现在龙莽黄境前 洁白晶莹的拳头 连空气都打爆了 喷一声 速度之快 不到一秒 电光火时间 便已经贯穿龙莽黄的心口 呃 龙莽黄这时才反应过来 但 已经晚了 火灵娜娜壁力一震 扑的一声 龙莽黄整个身体 便如西瓜爆碎 场面血腥至极 火灵娜娜身上 一股无形的气场 挡下所有 蹦践而来的鲜血 死 旁边不远处的 金沙王见此一幕 简直背下的暖缩 倒吸一口冷气 二话不说 转身逃顿 别走呀 我还没玩够 火灵娜娜微微一笑 落地之后 又是一个冲刺 伴随着轰一声 大地爆开 她就已经出现在 逃窜中的金沙黄背后 抬起雪白修长的眉腿 一脚将之劈爆 这 火灵娜娜的彪悍 瞧得避难所为墙上的众人 都口前蛇躁 说不出一句话来 解决完两只小畜生 火灵娜娜拍了拍手 她的手并没有沾染上血迹 因为有一层无形的立场笼罩 她看向星皇 问 你们顾总呢 可回来了 她徒步赶来 用了五个小时 其余乘坐战斗直升机的三百手下 至少要晚她几个小时 星皇摇头 到顾老大目前在市中心那棵星辰之树外 好 我去找她 后续我的三百多位手下 几个小时后到 你们接待一下 火灵娜娜留下一句 便直接去找顾七绝 她非常好战 迫不及待地想找顾七绝练练手 想看看她 到底是不是那么强大 目送着火灵娜娜消失在黑夜中 甚至临走之前 还如母老虎一般凶猛 横扫了几千头避难所附近的悉心怪物 围墙上的萌宝等几百位超舞者 无不目瞪口呆 外表看上去那么的性感美丽 可性格居然如此的彪悍暴躁 乖乖 太强了 星皇回来 狠狠地吞咽一口唾沫 她这是去找黑龙大哥干架吗 萌宝狐一道 如果真去找顾老大干架 她可能要吃憋 真想去看看 说到最后 星皇很想跟住去看看 算了吧 结果肯定是黑龙大哥打趴他 萌宝对顾七绝 有着绝对的自信 道 先回去睡一觉 我已经快两天没睡了 困死 我也差不多 该好好睡一觉了 星皇点头 与萌宝一起离开 其他超舞者健壮 也都纷纷地散了 可老乌龟那边 气氛就显得很压抑了 她怒喝道 那个人类女人是谁 怎么会帮助黑龙皇的手下 这是要跟黑龙皇毁灭新兰大陆 这 雪雄帝国战神集团副店长 怎么会出现在云城 而且还帮了他们 老哲李婚言 自然是认得火灵娜娜的 连她都感到意外 你们人类 可真是 死到临头 都在相互算计 老乌龟对人类 真的是不敢再抱有希望 失望透顶 我这里无法给你们提供什么 有事你还是与我们出总聊吧 李婚言丢给老乌龟一个手机 道 以后你也别来我们这里诉苦了 我们实在没办法做什么 老乌龟拿过手机 道 先教我怎么用 对于人类的这种科技产品 他完全不懂 李婚言点头 手把手教他 十多分钟后 老乌龟大概的弄懂了 这手机该怎么玩 做的第一件事 拨打楚渊的电话 谁 十多秒后 楚渊威严的声音传出 这是他的私人号码 知道的人很少 所以遇到陌生电话 才会接听 你好 楚总 我是之前联系过你的那只乌龟 原来是你 人类勾心斗角 根本不可能团结 要让你失望了 我确实很失望 但好在我请动了深海中的三位前辈 一个月内 他们便会踏上陆地 对黑龙皇进行绝杀 那倒是一件好消息 嗯 我想请你 去试探一下顾七爵目前的实力 不知楚总能不能出手 老乌龟这才把他这次联系楚总的目的讲出 对面沉默了片刻 才道 这 好 明天中午 我亲自去会一会他 李婚言听着他们的对话 忍不住地说道 楚总 你要想清楚 火灵娜娜也在那边 楚渊诧异 与有些忌惮的声音传出 你说什么 她怎么会在云城 火灵娜娜的彪悍与强大 楚渊以前经历过 被她揍了一顿 但 那已经是两三年前的事了 现在对上 她并不虚 只是心中有点阴影 李婚言道 不太清楚 刚才龟前辈带来的两尊灾祸及兽皇 被火灵娜娜一拳打爆一个 奥罗斯卡不在吧 楚渊有些犯出的道 战神集团店总裁 只有龙云山那几位老不死出手 才能与她抗衡 那家伙 简直非人类 人称战神的存在 没看到 但不排除她会出现 李婚也不敢肯定地说道 这 楚渊犹豫了 如果这次前往云城 遇到奥罗斯卡 可能会被一巴掌拍倒 哪怕她现在已经大宗师巅峰 都不敢说能战胜以前的战神集团总裁 黄论 对方肯定也服用过不少的激变果实 突破极限 楚总 你怕了 老乌龟皱眉道 我承认我怕 你们深海中有强大存在 而我们人类中也有 战神集团总裁 乃是人类武力极限的天花板 武力值是我们人类最巅峰那一批人之一 我只能算是第二阶梯的那批人 楚渊并没有死要面子 很洒脱地说道 那你还敢不敢去试探黑龙皇 老乌龟激将道 算了 我连夜上一趟龙云山 看看能不能求一位老不死出山 明天云城见 楚渊说完 便挂断了通话 老乌龟也离开了 前往云城 与此同时 云城是中心 西星主树外上空 顾七爵仍然在控制龙魂 几头几头地吞噬住这里的西星怪物 轰 龙 然 就在这时 顾七爵身后 忽然荡来一股磅礴雄魂 强悍至极的拳风 砰的一声 他抱一了 背后双龙长笑着暴力而出 吞吐住雷霆 向那道迅猛扑来的红色身影扑杀过去 伴随着轰一声巨响 顾七爵纹丝未动 倒是那道红色身影 被狠狠地击落在地上 砸出一个巨大深坑 好 这才该是我心目中 那个不死战神 被击落在地的火灵娜娜 不仅没有胆怯 反而是战意盎然 轰一声催动体内所有的超级细胞 一股恐怖的热浪便从他体内席卷而出 随后再度冲踢而起 晶莹洁白的拳头上 熊熊火焰涌动 温度之高 空气都被点燃 像是一颗逆空直上的流星 轰杀向顾七爵 望着声势浩大袭来的火灵娜娜 顾七爵目光平静 下一刻劈啪一声化作一道雷霆 为一致轰来的火灵娜娜进前 抬手 掌心之中 一颗雷球凝聚 迎上 轰 一声巨响在空中乍响 雷霆与火焰 碰撞出来的光芒璀璨夺目 怒罩整片夜空 砰的一声 火灵娜娜浑身的火焰熄灭 震撼的发现 自己就像是撞在一座不可撼动的山岳上面 然后反撞而来一股她无法承受的距离 直直地把它轰落在地 砸出一个蔓延几百米的深坑 噗 火灵娜娜半跪在地 再也无法压制体内翻滚的血气 张嘴喷出一大口鲜血 然后大笑起来 好 厉害 好久没这么痛快过了 你是战神集团的副总裁 雷霆一闪间 顾七爵便如未一般现身在她面前 正是 您可以喊我娜娜 火灵娜娜擦掉嘴角残留的血液 然后目光灼灼地望住顾七爵 火灵娜娜的性格 对于强者非常的崇拜 顾七爵那身强横的实力 已经得到她的认可 所以才会让她 喊自己娜娜 换做其他人 谁敢这么喊 实力不错 顾七爵不加吝啬地赞扬 若非她在这里 从昨天晚上七点 吞噬到今天凌晨三点多 成就七爵巅峰 不然面对火灵娜娜 不一定打得过 顾七爵晋升所需的能量 是蒙宝他们所需的三四倍 但实力 自然也强横好几倍 七爵巅峰的顾七爵 至少能占八阶巅峰 火灵娜娜的实力 最多也就八阶初七 即将迈入中期 在顾七爵面前 自然没有多少对抗之力 顾总 这就是那颗会长怪物的 悉心主树吗 火灵娜娜看住 不远处耸入云层的悉心主树 很好奇得到 不知道今日 会不会再生长出星辰果实 顾七爵很笃定地开口 会的 她为什么能这么笃定 原因很简单 直觉 这种直觉很真实 真的 火灵娜娜眼睛一亮 有些惊喜地说道 还有三四个小时就天亮了 不妨再次等等 顾七爵没有再多言 一步之间出现在百米高空之上 恐怖的黑龙魂破体而出 一口吞下四头星辰怪物 消耗了几秒 再度吞下几头 火灵娜娜体内的超级细胞 与空气共鸣 脱离地心引力 也飞身来到顾七爵身边 然后盘膝坐下 上下地打量住她道 真羡慕顾总你 能吞噬这些怪物进化 羡慕的话 你也可以试试 顾七爵露出极许玩耳笑意 我可不敢 火灵娜娜撇嘴 道 您吞噬这些怪物 是不是与服用那些星辰果实一样 顾七爵微微点头 差不多 啊 要是我也能吞噬就好了 火灵娜娜五妹成熟的面孔上 满是羡慕 我这里还有两千枚星辰果实 给你吧 顾七爵意念一动间 火灵娜娜身前便漂浮出 一大堆的星辰果实 哇哦 火灵娜娜性感小口微张 惊喜感激道 谢顾总 然后抓起一枚便咬下一口 惊骇地发现 这星辰果实的效果 笔记变果实好太多了 接下来 顾七爵吞噬怪物 他就吃着星辰果实 两人都乐在其中 天亮之前 顾七爵觉得自己能迈入八街 与此同时 夜色之中 龙云山下 楚渊现身在此 来到这里后 他没有停留 直接登山 来到一处很隐秘 需要真气触发的结界 一步踏入里面 穿过这层结界 眼前的景象焕然一新 真正的龙云山出现在眼前 其上 亭台楼阁凌厉 月色中云雾飘渺 在这里 还能感受到 丝丝缕缕的灵气波动 楚渊轻车熟路 直奔正气垫而去 守山之人见到是他 都没有出手阻拦或者盘问 真要论辈分 他们还要喊楚渊一声失足 因为楚渊得到的传承 乃是龙云山前几任祖师爷 张峰为的传承 论其辈分的话 算是张峰为的弟子 与现在龙云山的几位老不死 一个辈分的存在 楚渊登山 片刻后来到一片竹林中的一座木屋外 这里的空气非常之好 弥漫着颇为浓郁的灵气波动 常人吸上一口 便能驱除许多的小疾病 楚渊在木屋外做医道 师兄 师弟想请你出山一次 外界虽然乱 但以你的实力 不应该掌控不住局面才对 木屋里面 传出一道十分沧桑的苍老之音 哎 现在的局势 我的确有些掌控不住了 事情是这样的 楚渊叹一口气 将这些天外界发声之事 一一地告知 居然有这种事 看来 真的很严重 苍老的声音 其语其中有几分凝重 楚渊苦笑道 师兄 你出山为我保驾护航一次吧 我怕战神集团奥罗奥斯 也在云城 如果他在的话 给我拦截一下就好 我来试探顾七爵的实力 顾七爵 我可以杀了他 此时 木屋的门缓缓打开 从中走出一位身穿道袍 须发皆白 先锋道骨的老者 楚渊一脸严肃的摇头道 不 师兄 即使你能杀他 但他肯定也有反扑的手段 到时候可能会伤到你 我们等深海中的那几尊强者出手 我只想试探一下顾七爵的实力就走 老者想了想 微微点头 这样也好 且看深海中的那几尊强者 是否有能力斩杀顾七爵 走吧 下山 这就是人类的心机 深海中的那三尊存在就很老实 遇到威胁这颗星球的生物出现 根本没什么好想的 该杀直接去杀 只不过都在突破的关键而已 凌晨四点出头时 那只老乌龟来到云城市中心 立在一座大楼上 满脸凝重地看住那颗耸入云层的西星主树 他也看到了 正在吞噬着西星怪物的顾七爵与火灵娜娜 可下一刻 他转身就想跑 因为顾七爵的声音 此刻响起 你就是那只老乌龟吧 别急着走 轰 随着顾七爵化落 老乌龟身边的空气 被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挤压 然后化作一个气球将它包裹 几个眨眼间便被拘禁到顾七爵身前 该死 大意了 老乌龟心中一阵惊悚 但脸色却不变 看住眼前这位 让西星之树成长为西星主树的罪魁祸首 居然是一只老王八 不知道它活了多久 顾总 要不顿了它吧 肯定大不 火灵娜娜狡黠地说道 别 杀了我 对你们没任何好处 老乌龟一阵脸黑 顾七爵看住它 默然说道 深海中的三尊恐怖生物 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现在让顾七爵最忌惮的 便是那三尊深海中的可怕生物 一个月内 黑龙皇 为了这颗星球 你 还是自杀 然后放了沐雨昕吧 老乌龟直接道德榜 咋咋咋 老王八 你是来搞笑的吧 火灵娜娜像是看一个傻逼一样 我从来不受到的绑架 其实你的占卜丝毫不差 顾七爵淡淡笑道 别人死不死 与我没半点关系 只要能让我在意的人活下去 哪怕世界毁灭 那就毁灭了 老乌龟听着顾七爵之言 摇头吃笑道 人类 果然都自私自利 顾七爵淡淡说道 那是必然 你们这些畜生才进化出灵质 假以时日也会如此 老乌龟沉生说道 你是在与整个新兰大陆的生灵为敌 真以为能活下来 无所谓 与我为敌 我不介意在这颗星球还未灭亡之时 便横扫了新兰大陆上所有的生物 顾七爵默然说道 再者说 如果我与这颗西星主树是一体 今后完全能控制它不再吸收新兰大陆星河 而你们 违绝后患 却要杀死我 真当我是圣母 没有脾气 此番话语 对得老乌龟哑口无言 转念这么一想 还真是如此 若故七爵与这颗西星主树是一体 它完全能控制它不吸这颗星球的星河 为何要杀它 不不不 老乌龟突然惊醒 看向树端之上 那个巨大的黑色茧子 道 黑龙黄 你想错了 看到树端上那颗黑色的茧子了吗 里面孕育着一尊 很可怕的生物不吸钱星兰大陆的星河 它就无法出 是 而且 你不一定能控制这颗西星之树 在那颗黑茧还未成熟之时 它也未必能从星河中抽回处须 顾七爵听完 不为所动 道 即使如你所言 为何要我死才能摧毁这颗西星之树 此外 你敢确定 它要吸钱了这颗星球的星河 才能出事 这 顾七爵这番话 又对得老乌龟无话可说 顾七爵不屑一笑 别忘想洗脑我 顾某可以死 就看你们有没有杀死我的实力 要劝我自杀 那就是白日做梦啊 老乌龟已经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苦笑道 罢了 无所谓了 你若想杀我 那就动手吧 我还是那句话 只有你死了 让沐雨昕毁了这棵树 才能永绝后患 你一个占卜 让我成为世界公敌 的确该死 顾七爵根本没打算放过这只老乌龟 问 可还有一言 顾某还想听听 老乌龟道 希望你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先别杀沐雨昕 那就要看我的心情了 顾七爵说罢 隔空一捏 砰的一声 包裹老乌龟的气泡炸裂 身在里面的老乌龟 也瞬间毙命 顾七爵催动龙魂 直接吞噬 轰 不曾想 刚将之吞噬 后者变化作一股无比庞大的暖流 直接冲破了第七阶那层臂障 让顾七爵一举近身八阶 与此同时 顾七爵的心脏 此刻燃起恐怖的黑色火焰 伴随着心脏咚咚跳动 她的心脏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片神秘的空间 肉眼可见的开辟 里面全是可怕至极的黑炎焚烧 俨然是一个只有黑炎肆虐 焚尽一切的狂暴空间 四 火灵娜娜瞧着顾七爵周身 爆发出来的可不黑炎 倒吸一口冷气的同时 以最快的速度远离她 这家伙 又变强了 此刻的顾七爵 周身黑色的火焰 与黑色的雷霆交织在一起 化作极度狂暴的黑色雷炎 光是那身气息 便让火灵娜娜感到毛骨悚然 几分钟后 顾七爵外放的黑色雷炎 才缓缓地回到她体内 但她背后的双龙 现在却变成一条雷霆黑龙 与火炎黑龙 分别吞吐住雷霆与黑炎 看似恐怖至极 真是一个怪胎 店主不与她为敌 完全是正确的选择 不远处观看的火灵娜娜 别提有多心惊胆战 真没想到 这只老乌龟 蕴含着如此庞大的能量 顾七爵缓缓地 睁开一双血童 感到非常的意外 火灵娜娜这时才赶上前 祝贺道 恭喜顾总 实力更上一层 刚才听着 我与那只老乌龟的对话 有何感想 顾七爵似笑非笑地 盯着火灵娜娜 我能有什么感想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只要你给我血熊帝国一条活路 那么我火灵娜娜 就可以跟住你对抗全世界 火灵娜娜在她旁边坐下 抓过一枚星辰果实 咬下一口 道 我相信你能完美解决这件事 顾七爵弹笑道 才一面之缘 你便如此相信顾某 倒是让人意外 火灵娜娜摇头 道 我只相信强者 真正的强者 完全有能力改变 所谓占卜出来的命运 若你不是强者 我性格毛线 够现实 我喜欢 火灵娜娜的性格 说实话 让顾七爵看得很顺眼 管你也快到八阶中期了 快点吃吧 你喜欢我什么 是性格 还是我这个人 火灵娜娜狡黠地说道 顾七爵却不回答 继续吞噬起悉心怪物 得不到回应 火灵娜娜撇了撇嘴 也不再说话 狼吞虎咽 根本不注意形象 三两口吞一枚星辰果实 摆目海域 深海来谷之下 什么情况 那只老乌龟死了 它可不能就这么死了 不然我们的计划 就要到此结束了 使用祭坛 复活它吧 三道宏大恐怖的声音 冲击的方圆 不知多少里海域暴动 深海来谷之下 有一座庞大无比的祭坛 这座祭坛 通体呈现灰色 散发着一股蛮荒气息 嗖 嗖 嗖 就在这时 三根庞大无比的处须 分别按在祭坛的三角上面 嗡 片刻后 整座祭坛亮起无边的璀璨之光 贯穿了深海 十多分钟后 光芒消失 而本空空如也的祭坛上面 那只老乌龟正在茫然地扫尸四周 我 怎么活过来了 它的记忆 还停留在死亡那一刻 是谁杀的你 一道红大声音 滚滚响起 冲击的老乌龟心神震颤 啊 三位前辈 是你们复活了我 闻声 老乌龟无比震撼 道 是黑龙皇 我大爷了 没想到他那么厉害 但肯定不是三位前辈的对手 他真没想到 这三位前辈如此强横 连死了自己都能复活过来 简直无敌 别再去送死了 七天之后 我亲自去取他性命 宏大的声音说罢 一条水龙卷便裹挟着老乌龟离开此地 当一抹晨曦拉开畜牧时 这棵西星主树 果然又生长出了星辰果实 顾七爵带着火灵娜娜 一边涂露树上一百多万西星怪物 一边疯狂地摘取 一百多万枚果实 在顾七爵的横扫之下 也用了两个小时 然后 顾七爵对这棵树 直接发动最强攻击 却发现 连一道痕都打不出来 哪怕使用黑盐 也无法将之点燃 果然如老乌龟所言 难道真的只有沐浴星 才能对这棵树造成伤害 顾七爵若有所思 带着火灵娜娜离开 回到避难所 顾七爵放了八十万枚星辰果实到仓库 回房刚沐浴出来 白静怡便上门来 顾总 看新闻 白静怡有些凝重地说道 什么新闻 顾七爵身上 只挂着一条浴袍 在沙发上坐下 端起桌上的红酒 清明了一口 淡然说道 白静怡没有说话 而是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 今天的她 穿着一套白色的职业偶装 将之成熟性感的身材 衬托得淋漓尽致 这里是乾隆帝国 帝渊集团频道 今日有一件光乎新兰大陆存在 人类存在 所有净化怪物存亡之事 有必要对全世界的智慧生灵公布 这座城市 乃我们乾隆帝国云城 这里是云城市中心 大家看到这一棵参天巨树了吗 相信很多人都很疑惑它叫什么树 在这里 我很郑重地告诉大家 此树名西星主树 西星 顾名思义 是专门吞噬一棵星球星河的毁灭之树 此树的根须 已经触及到新兰大陆星河 正在汲取着新兰大陆的生命力 这是卫星监测图片 你们看到那些根须了吗 如果无法毁掉这棵树 两三年后 新兰大陆便会化作一棵死星 那时 无论你是人类也好 净化生物也罢 都将随着新兰大陆走向灭亡 如何才能毁灭这棵树 第一步 我们要先杀了此人 这是视频 它非常的强大 而且和西星主树几乎是一体的 不杀它便无法对西星主树造成伤害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彻底地干掉它 第二 我们要救出它囚禁的沐雨星 这是它的照片 只有它的力量 才能毁去西星主树 肯定会有人提出使用核弹轰炸 但核弹在云城的西星主树磁场影响之下 完全无法进入云城领空 便会掉落 我 乾隆帝国 地地渊集团总裁 楚渊 真诚地号召全世界的人类强者 净化生物中的强者 联合起来 一举灭杀黑龙 黄顾七绝 此事的真实度 我楚渊以人格担保 人性命保证 绝无半点虚假 新兰大陆 相当于我们的母亲 如今 母亲受到伤害 我们怎能在内斗 在勾心斗角 我楚渊在此 恳求大家了 昨晚 楚渊和他师兄下山时 老乌龟正好找到他们 为保险起见 老乌龟不敢再让楚渊过去试探顾七绝 因此 今早才有这样一条 面向全世界的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 老乌龟也出面说了很多很多话 顾七绝静静静看完 脸上并没有什么愤怒的表情 只是很诧异 老乌龟怎么又火了 白晋仪低声地道 顾总 这是真的吗 顾七绝深吸口烟 淡然说道 很大可能是真的 我现在真的成为全世界人类 净化生物的敌人了 那 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能挡得住吗 白晋仪有些苦涩地道 避难所内 人心惶惶 夜战国等人 都有些动摇了 觉得你是蔑视之人 那你呢 顾七绝淡淡地看向他 白晋仪笑道 上了顾总你这条船 我已经不想下去了 顾七绝深深看了他一眼 点头道 去发一个广播 谁愿意离开这里 那就都走吧 好 我相信你 白晋仪重重点头 然后离去 他前脚刚走 火灵娜娜来了 哟 顾总 你还有心情喝酒呢 火灵娜娜穿着一身红色紧身静装 高挑的身材凹凸有致 满头过耳的短发下 妩媚精致地窝 笑盈盈地说道 顾七绝看了他一眼 道 新闻你看了 你们总裁怎么说 火灵娜娜在他身边坐下 道 这新闻一出 谁敢不相信 总裁面临的压力也很大 已经在与帝渊集团再三确认了 如果真的确定下来 我们雪雄帝国 恐怕也要 他说到最后 并没有把话说完 但意思已经很明显 你呢 也要回去了 顾七绝并不在意与全世界为敌 他无以与全世界为敌 奈何世界要与他为敌 那就只能杀出一条活路了 为死而已 说实话 我现在很纠结 火灵娜娜苦笑道 你回不回去都一样 如果我战死 这个世界也会毁灭 因为沐雨星超文所在的段掌 在我手中 他已经不可能再召唤超文了 顾七绝有些疯狂地说道 既然他们完全不给我机会 那就一起灭亡 如果他们理智一点 请他顾七绝去商量 怎么阻止悉心主术 而不是用这种手段来 让他成为全世界的敌人 到最后真的没办法 顾七绝或许会成全他们 可现在 他们完全不给自己机会 那就一起毁灭 真的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能不能让沐雨星尝试一番 现在是否能毁灭那棵树 火灵娜娜有些不死心的道 虽然才和顾七绝相处一个晚上不到 但火灵娜娜却把他当做真正的朋友了 顾七绝但道 假不了 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 杀了我 一起毁灭 或者相信我 我不是什么圣人 都要死了 世界灭不灭 跟我也没有关系了 你可真是一个疯子 但也情有可原 是他们不给你机会 既然如此 我就不回去 与你血战到底 火灵娜娜苦笑道 要是你赢了 还有希望 如果你死了 那这个世界就真的完了 明智之举 顾七绝微微一笑 死过一次的顾七绝 并不惧怕死亡 不愧怕死亡 我 不愧怕死亡